泰格豪雅这个品牌有多喜欢赛车 它居然有一个F1系列 这是跟红牛合作的F1 泰格豪雅今年的F1系列特别的惊艳 关注一下我们 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来 万表流行力天舒服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 很多朋友在买表之前有很多纠结的地方 比如说这牌子怎么样 价钱是不是合适 还有考虑专业性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拿我们手上这几款表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先拿这款表说一下 这个是泰格豪雅的卡雷拉 保时捷也有一个车型叫卡雷拉 泰格豪雅跟保时捷卡雷拉的合作 不是今年开始的 但是看了今年的卡雷拉 我想说有点意思了 豪雅这个牌子实际上是1860年就创办了 但是它真正火的是什么 它是在赛车运动玩车的人中间火的 比如说这款表 你看不出这是一款赛车表吗 其实它就是为了当年那场 Pandamericana南美的一场惊险刺激的赛车设计的 这个卡雷拉的红盘 我怎么看怎么像伯根蒂红酒的颜色 你喜欢吗 喜欢的在弹幕上打1 这款表呢 其实可以反映了70年代这个赛车表的美学 你看看起来并不像是一款运动表或者赛车表 但是它的功能 这个马表就是专为赛车运动而设计 所以这款表呢 既可以当正装佩戴 又可以体现一种赛车精神 作为一个大牌怎么能没有潜水表呢 泰格豪雅的潜水表是什么样呢 给你看这个 其实泰格豪雅的潜水表系列呢 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 它的名字叫Aquareaser 水上运动 反正沾水呢 还要运动 还要竞赛 这跟其他品牌不一样了吗 其他品牌的表 如果讲到潜水表的话 就只讲我能潜多深 但是这款表除了能潜水以外 它还体现了一种竞赛精神 所以Aquareaser就是泰格豪雅 对潜水表的权势 这款表虽然属于Aquareaser系列 但是呢 它的名叫Super Diver 你可以想象啊 它的潜水能力绝对不一般 这个表圈上的四分之一成 也挺有特色的吧 看到这个四分之一成的表圈 你想到什么 凡是看到了这个四分之一成标志 它一定是潜水能力超强的 这款表能潜水多少呢 我们看看啊 应该是1000米 这是一个绝对专业的潜水表 它另外一个专业地方在哪呢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排害防 这只有在专业潜水上 才能用到的一个功能 值得一说的是啊 这款表虽然有超强的潜水能力 但是考虑到佩戴时候的方便 它把厚度控制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之内 厚度据说只有15.7毫米 低于16毫米 要知道防水能力达到1000米以上的 厚度能控制在16毫米以下 那是非常难得的 给你试戴一下 怎么样 细节方面还有一些值得介绍的啊 这个彩色的表圈是个陶瓷的 要知道双色陶瓷表圈在烧制的时候难度是非常大的 每个颜色的这个交界处的控制的非常的细腻 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度啊 另外呢 你看这个 它的表冠有了一个护桥 其实不管是在潜水的时候啊 户外运动的时候 或极限运动的时候啊可以保护表冠不被磕碰 很实用的 也很阳刚 这款表 大家看到了什么 没错是一款方表 大家知道美国有一特别有名的硬汉派演员史蒂夫麦昆吧 他就喜欢戴这个方形的摩纳钩 方形表刻的腕表不是泰戈华雅发明的 但是方形的防水表格确实是泰戈华雅首先推出的 并不是这块 而是这个历史上的原型款 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推出的 方形的赛车表 大家知道我们讲计时马表的时候 讲过一个概念就是自动计时马表 它是一个很里程碑式的设计 1969年这个自动上弦的马表诞生了 为什么要自动 就是因为它装在手表里 如于自动上弦 它可以省略了上弦的时候 对防水表圈的磨损 1969年的时候呢 泰戈华雅和另外两个品牌也联合推出了自动 黑的摩纳哥的表 就像这样 但是呢 这颗表稀少到什么程度呢 连官方自己都不知道出产了多少 可是在民间在二级市场 这款表一直被收藏家追逐 以至于到了拍卖价达到了上百万元级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这种方形的摩纳哥 泰戈华雅干脆又出了一款这个全黑的摩纳哥 它保留了初代目的所有的造型设计 你是不是觉得我讲了半天泰戈华雅 没有讲到很专业的东西 买高级瑞士手表 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就是这个表有没有专业性 那咱们就从专业性上讲讲这款表 在瑞士能够自产即时即新的品牌 应该不过时的 泰戈华雅就是其中之一 还记得我们说过 衡量一个即时马表它是否高级 我们看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助轮 这款机芯呢 它是泰戈华雅自产的零二机芯 既包括了经典的标志性的助轮机构 还有它具备了很长的动力 达到了80小时 在所有自产机芯里都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刚才我们一开始介绍了这款表 奇猫不扬吧 其实这款表也是一款自动上线的即时马表 它的背后也能看出这个 它装配的是泰戈华雅的自产的零二机芯 助轮也被染成那个表盘铜色了 它既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用色 它也是给你点亮了呢 这款表的一个很精髓的一个东西 你带着一款看起来其貌不扬的腕表 但实际上它有了专业的非常顶尖的实力 也就是自动上线的即时马表 这就是卡雷拉 这就是泰戈华雅 OK 泰戈华雅东西就先说到这里了 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们介绍的这些表都不是泰戈华雅2022年的最新款 它还有很多新款 因为保密的原因 我们只能暂时先不说 期待你们关注我们 一旦到了时间 我们会尽快地把这些最新资讯分享给大家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谢谢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